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一人王仁甫和老婆季晴是演艺圈的模范夫妻 两人携手共度超过15个年头 并育有一对可爱的儿女 一家子幸福美满 但难免还是会有争执的时候 季晴近期在节目中透露吵架时老公王仁甫揭奏的一面 孝导众人 季晴在节目中谈及和王仁甫吵架时 若讲不赢就只会气得跺脚接着掉头就走 原以为对方会追出来拦他 没想到半夜2点多他就独自坐在大楼底下待到3点多 冷得要死他都没有下来找我 然而实在冷到受不了 季晴才摸摸鼻子上楼 结果老公居然舒服地躺在床上打电动 让他整个大翻白眼 季晴坦言在生孩子后他态度有所转变 吵架时有别于以往的自离现场 意识到该离开的并不是自己 便露出强硬态度改口说 王仁甫我待在这里 你给我出去 夫妻两个互动斗的现场来宾笑翻 季晴节目中透露自己在生小孩后学会强硬 翻设自YouTube 季晴和王仁甫吵架后夺门而出 原以为他会追出来 没想到王仁甫就在床上打电动 翻设自YouTube 季晴又一 和王仁甫结婚超过15年 婚姻生活美满 翻设自脸书 影片截取自YouTube 相关片段从3分25秒开始 如早已初请见谅 永远 感谢观看